憲哥Kate昆達和漢典LULU 12日開心出席 金鐘入圍分享會 首次入圍的昆達VS 一直共孤的漢典 不知道是誰比較緊張 漢典應該比我緊張 因為自從LULU得獎之後 他變成 入圍 對 我跟達哥應該是 因為我算是第一次 所以我還在享受那個新鮮感 第一次入圍 然後第一次就得獎 不要 不要 我們在打他紅多了 開玩笑 所以達哥在那個憲中 是嗎 LULU的那個 一定是會有機會 沒有 一直都沒有這種事情 節目效果吧 在大日我們都會做很多 婚姻的組織 對啦 是啊 在此宣布 如果漢典跟LULU 兩人結婚的話 你真的要逼我們兩個 互相傷害嗎 如果產下一子 再得百萬 你不能下英女 再送兩百萬 兩個真的可以 為了錢可能可以 憲哥最重要的就是憲哥 你的錢 對 憲哥除了又拋出重磅承諾 最近他還砸下四千萬 買下台南一棟牛肉麵店 他送露西派一棟牛肉麵店 因為他原有就是因為 露西派在亥營業中裡面 然後給我吃了一片吐司 然後那個吐司 我一直哇 我這一生沒有吃過 比他更好吃的吐司 我說 派派你要不要來 處理老糖牛肉麵 他真的去學 我有感動到 我第一次覺得我兒子回來了 他現在都對外號稱他是 老糖牛肉麵 第三代傳人